今天的這個解答呢 就是你需要面對的心靈黑洞了 可能你會不承認 可能你會想要深入去了解 那了解之後 我們才能夠處理它 放下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A選項的剪刀 那到底你的心靈黑洞是什麼呢 分離焦慮 太執著 不願放手 愛回憶 你可能對於過去的分離 譬如說忽然間被分離了 或是說內在有一些東西是失去的 那你可能在這個時候 因為害怕分離跟失去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平衡 你一直在疑問說 為什麼他要離開 為什麼我的人生得到的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會一直沉溺在那樣子的回憶當中 一直想要找到答案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的話 沒關係 你盡量的去回憶 盡量的去找尋你想要的答案 譬如說當初他為什麼離開 當初他為什麼選擇傷害我 你深入去了解 然後去回想當時我自己做的決定 去回想了之後 你才能夠去處理你的情緒 而處理過去的情緒 才能夠面對未來 所以是有關係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的 強力黏著記得 到底你的心靈黑洞是什麼呢 童年經驗受傷害 心靈黑洞太沉重了 就像佼佼選到的是這個數項 講完這樣就太準了 真的 所以滷音哥你童年怎麼了 他真的很多人 他小時候住過孤兒院 搬了好幾個孤兒院 真的是很準耶 對啊 你看好準喔 選到這個選項的 為什麼會選到強力接著劑 是因為他很想把心靈的傷口 用一種沒有辦法看見的傷 黏著劑把它黏接起來 所以選到這個選項的人 其實代表你童年經驗 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例如說暴力 這個暴力可能包含了情緒的暴力 情緒的暴力包含了 爸爸媽媽對你的不理不睬 語言上的傷害 其實它都是一種暴力的循環跟虐待喔 那這樣子的壓力跟 接受到這個童年經驗呢 譬如說指責打罵 都可能造成你童年經驗 接受那個訊息會擔心說 我是不是不被疼愛 那個童年經驗如果沒有處理完的話 可能到了長大成人的時候 你在面對你愛的人 或是面對你的工作夥伴 或是面對你現在的環境 你可能都會有非常強力的不安定感 這時候你的心靈開動 就會變得非常沉重 在外人面前是非常開心的 面對自己的時候你又開始感覺到 非常的孤單跟寂寞 所以呢 如果說你選到這個選項的朋友 你試著回想過去 在童年當中 你最渴望別人重視你的那個部分是什麼 也許發生在媽媽身上 也許在爸爸身上 他們曾經對你種下了什麼樣的心靈種子 四 是你現在可能面對起來 沒有辦法接受的 去把那一塊找回來 也許現在長大了 面對你的親人跟他說清楚講明白 其實是重新再回溯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選項的 這個螺絲起子 有薇薇老師還有觀眾朋友們 到底你的心靈黑洞在哪裡 孤單寂寞怕失焦 希望有人保護你 其實你在內在是一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人 你一直希望身邊有一個人就是站出來 他是我的人 我就是要保護他 我就是要照他 你希望有一個像巨人一樣的人 出現在你身邊 保護你 讓你覺得我不是孤單的 我不是寂寞的 做到任何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有人可以幫我做決定 甚至提供給我一些 就是經驗答案等等的 你希望有人保護你 因為你真的很害怕寂寞跟孤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D選項的 有黃老師還有阿德 就是尖嘴前就壓嘴前的 好 到底心靈黑洞是什麼呢 害怕表現不優秀 在意別人的眼光 選到這選項的人 可能很重要 需要注意到的是 不能夠一直活在別人的眼光當中 別人對你好 肯定你就很開心 他不肯定你就開始非常失落 一直在想我到底哪裡做的不好 就一直在內心一直反省 但其實可能很多問題不在於你自己 是在批評你的那個人的身上 批評的人他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可能要修正一下 他就是不要太在乎別人對你的批評 因為你要去想想就批評我的那個人 他的出發點到底是什麼 可能你要重新再回溯一下 或再檢討一下 你會發現 也許不要活在別人的眼光當中 是另外一種成長 我想問一下黃老師 有沒有常人說你跟我的關係 有的人會問我說 黃子榮 那黃子教是你哥哥嗎 我說不是 對 差一點 一定常常有 名字很巧 我一直很想跟他認識一下 對 有人就問我說 那你們是兄妹嗎 我說不是 對 沒關係 下次你就大膽承認沒關係 爸爸很想你啊 跟我們講 你搞公司 你說得對 龍老師也是學心理諮商的 龍老師你聽了嬌嬌跟他母親的故事 或者他父親的故事 你覺得對他的事業 或者對他的情感有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喔 剛剛我聽到那一段呢 他會回去 然後在浴室裡面沖冷水澡 其實就可以象徵 他之後處理感情的態度 就是很多事情獨自承受 好像就在那個時候已經 對 那因為嬌嬌 他可能在從小同年的時候 他已經經歷了父母親 用分離的態度 那爸爸媽媽其實也是一個分離的指標 譬如說他的爸爸送他媽媽上了車 這也告訴他說 其實以後的分離 可能不一定要用非常撒狗血的方式去呈現 他可能會都很Gentle 爸爸也滿真身式的 很多的痛 他還是要回歸到他自己去承受 所以象徵了他以後 在處理感情態度的話 他可能還是會按照他現在 有的方式就是我閉嘴我不要講 一定是某一些程度 逼到他已經覺得沒辦法的時候 他需要做一些適度的宣洩 但我其實還滿肯定這樣的方式 因為你不講出來 其實會不爽一輩子 那其實講出來的時候 其實如果我們講的只是事實 我只是把一些事實 陳列得更清楚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什麼錯 因為我講的是實話 是事實並不是捏造 其實所以是很坦然很泰然 是OK的 謝謝澤老師幫焦格說這番話 謝謝 他的分析真的是很精準 而且就是說真的講出我多年來 不爽的那個 有點矛盾 就是會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演大器 可是我還是不爽 還是不爽 其實是要真實的面對自己 所以阿德在焦格旁邊 也看得很清楚 他面對壓力很大很大的時候 他也不是一個會撒狗血破口大罵 他是會自己沖去沖冷水的那種 他完全沒有跟我們發過任何的提氣 或擺過任何的臭臉 然後就是突然間你會覺得 這個人不對的時候 就是打電話找不到他的時候 因為他一定會接電話 而且就算沒接到 他一定會回電話的那種人 對 就關起沒來弄個兩天就沒事了 對 但不會讓他們知道 是 那你現在的脾氣比以前呢 以前就很火爆 其實我不能說火爆啦 就是說 看遇到什麼事情 就像剛剛老師講到說感情 因為我受到家裡有印象 所以感情這事情我就比較不會那麼火爆 這樣子就是處理的方式 工作應該還滿火爆的 工作的時候我會要求比較嚴格 會比較火爆 但現在也改很多嗎 現在改很多 現在就知道 以前他出過一本書的名字 我覺得那個成語很棒 叫得過且過 因為很多事情就得過且過啦 有時候自己把自己逼到死胡同 不是已經好事嘛 所以那當然要講說他改變 他改變之前是實在壓力壓到一個 或者是實在是悶到不行 你真的想換一種方式去生活 然後你才會有 對 就是應該是說 有一段時間 我在台灣工作比較少 然後可是我覺得非常感謝老天爺 那段時間讓我有很多 新馬的工作 媚帝的工作 然後我去那裡只有眼界大開 包括比如說台灣的觀眾看我是一回事 新馬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大陸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整個覺得說 原來世界不是 就是我不要再當井底之蛙了 然後我要 不管是想開一點也好 或者說開心一點也好 或是再去尋開心也好 我還插話… 我覺得拍電影對他來講 很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在認識他這前兩年 我剛好跟他一起工作 一個兒童節目 然後他在現場超沒耐心的 就是只要他覺得 只要他覺得好像 工作人員應該這時候 跳出來說話都沒有出來 他就會自己跑上去說 現在就應該要這樣啊 你們不懂嗎 這樣不是很快嗎 他就會很沒有耐心 結果那個節目得了五個金鐘獎 對我們兩個七組吃的 後來自從他開始導電影之後 他可能發現 有太多的事情是他不懂的 然後所有的人都在幫他 然後每個人都很有耐心 香港的大攝影師都得金鐘獎 得幾百個金鐘金馬獎 好好的就很耐心在旁邊 跟他講分鏡怎麼分 你要怎麼辦 我覺得他從那時候開始改很多 大家這樣幫我 是 來 維尼老師我們就重新做 來幫大家看哪些是出名的火爆浪子 絕對不會是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原因發生了之後 它是會改變的 對 我們來看今天有上榜的這三個人 就千萬別惹他 因為他們就像地雷一樣 一爆就是連環爆 我們要參考太陽跟火星 火星很重要 償管你的健不健康 性能力好不好 還有性衝不衝動 性的幻想 還有行動力 野心 企圖心 還有你的內在情緒 這麼多 管這麼多 對 反正跟這一些有關的 還有你打仗會不會輸 打架會不會弱 這些都跟火星有關 我們首先來看火星